《毅力按摩保健學堂》 是由iTalk BB 特約贊助播出 iTalk BB 專門店或置電 416-800-7888 申請 歡迎再次來到毅力按摩保健學堂 那麼今天我要跟Olivia談的是什麼呢 是通過阻底按摩的方法 幫助小朋友增強免疫能力和抵抗能力 是啊 大家都聽過了 人腦就腳先碎 無論我們的五臟六虎 四肢八鞋 身體各個的器官組織系統 其實都可以在我們的腳上面 找回我們相應的反射區和一個反射點 這些我就稱之為竹穴 在市面上現在是很多一些竹療的按摩保健 其實它主要就是當我們經常通過 我們的竹療按摩的各種手法 去刺激竹穴 之後做到一個調整我們身層代謝 以及促進我們的內分泌系統平衡 另外我們都可以通過竹穴 去了解我們內在的狀腑 病理變化 繼而我們可以做到一個治病和防病的目的 沒錯 我們的雙腳可以說是麻雀水小五臟俱全 在西方的醫學中被西方的醫學界稱作是人體的第二心臟 那麼在我們的中醫學中也是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在中醫中講的12個經絡 其中有6條經絡通過腳步 那同時腳上有64個反射區 反映著人體的各個脏腑肌肉和筋骨 所以其實在我們的診所當中 我們經常會把足底按摩加入我們的治療方案 它對於痛症還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治療 可以說效果非常的神奇 而小兒的足底按摩更是古來有之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會請Olivia 跟我們大家介紹一些簡單的足底按摩的方法 那我們首先分開我們的腳板三分 由上面數下來的三分之一 和下面數上的三分之二 第二和第三腳趾直落延伸線 拉到剛剛三分之一的位置 那個位置就是我們的腎臟了 而甲狀線就是我們的腳趾下面的位置 我們首先會上油 和小朋友舒緩一下腳部 上面的三分之一 上面的三分之一 由上面數下來 和下面數上的三分之二的位置 就是我們要找一個位置 這個就是腎臟的位置 這個就是腎臟的位置 我們由腎臟的位置沿著輸料管 一路推向膀胱的位置 就可以達到排毒的功效 兩至三分之二 兩至三分之二 現在我們就會找一找甲狀線的位置 我們沿著這個位置的位置 會按兩至三分之二 現在我們會和它舒緩一下腳 現在會找上下臨巴的位置 現在會找上下臨巴的位置 我現在會用這種手法去進行按摩 會按兩至三分鐘 會按兩至三分鐘 首先就是要入食均衡 以及要運動 另外就是不要吃那麼多糖分 那麼多高糖分的東西 因為糖是會減低免疫能力 你如果吃少點糖 你的免疫能力就會好些 另外那些乳酸菌 Lactobacillus 就是乳酪通常有的那種乳酸菌 對免疫能力都有幫助 是可以增強免疫能力 尤其是春天 有時候很多人有敏感症 或者容易傷風感冒 吃乳酸菌是可以預防感冒 以及增強免疫能力 另外北美洲的花旗參 就可以增強免疫能力 最好就是未病之前 如果是寒低的人 可以吃健康食品 或者要來煲水喝都有幫助 節目結束的時間又快到了 接下來我們依然邀請Olivia 給我們對今天的主題做一個總結 大家記得三個重點 排毒通道先打開 免疫全靠淋巴線 足部護理保健康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8個9毫9可以做到些什麼 吃個快餐 叫兩龍蝦狗 乘三次巴士 還是體驗全國無限通話的暢快自由呢 iTalk BB全新概念家居電話 每個月只需發覺9毫9 全國無限通話 還送你十多種優惠 現在轉用iTalk BB頭三個月月費 低至5元9毫9 只限兩個星期 快點到iTalk BB專門店或者置電 416-800-7888申請啦